这个礼拜周一周二都受到这波冷气团的影响 整个来说的话北台湾是偏凉的 其他地方温度也有下滑 一下子都30度像快进入夏天的感觉 一下子又打回到冬天 请大家注意 北部跟东半部是比较湿冷 而且西半部还有空气污染 通常有下雨污染会被雨除掉 但是这波不一样有点沙尘在里面 所以大致上虽然雨有下雨 但是雨还不够大 所以大致上冷空气还有湿冷 大概在礼拜二就会慢慢的缓和一点点 礼拜二白天会逐步的缓回温 但是这个也没有到达很晴朗 可能是北部还是云量比较多 由于礼拜二礼拜三预计中国大陆南边 有一些系统可能会慢慢东移 所以大概中部以北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的阵雨 这波会有多大可能要明天才会比较清楚 大概礼拜二的下半天到礼拜三 那周四周五呢慢慢转为偏东风 慢慢的回暖转晴 预计呢这个周末到下个周末都是属于回暖稳定的天气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下空气品质了 所以这个礼拜呢天气大致上呢是慢慢回温当中 但是这两天呢整个冷空气南下加上有一些水气冬移 所以这个北东营封面呢大概在台中以北呢都有一些雨事 不过呢大概在潮渊新竹到这个苗栗台中 其实这个雨呢没有很多 对水库集水区来说的话苏解汉象没有帮助 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 大致上呢未来呢这一阵子还是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这个东北风呢大概要到礼拜二礼拜三是慢慢的缓和当中 那这个水气呢大概南部有机会会张开一点点 有一点阳光出现 但是可能要到明后天才会慢慢的转好当中 大致上呢这次的这个变化呢 要留意一下有一些明显著的一片东北风 然后慢慢慢慢的到礼拜三礼拜四转为偏东风 才会逐步的在转好当中 但是这几天呢其实就是有一些小的系统 可能礼拜二礼拜三会稍微通过 接下来呢就开始慢慢转型 所以你注意到礼拜四礼拜五呢就慢慢的要回温了 就变干燥了 那这次的变干燥呢会有长达将近有十天 到下礼拜所以短期之内 预测比较长一点点到四月底 都还看不到有显著 这种会降雨降很大的机会 虽然说有一点扰动在这个地方发展的都还不够大了 所以四月份降雨还是偏少请大家多留意了 这次呢有一些境外污染物 这个污染物呢是前一阵子在整个内蒙 新疆整个地方发生的沙尘暴影响到整个中国大陆东岸 外围呢有一些些微接近到台湾 上空所以很快的这样扫过去 那由于这个雨又不够多 所以一下子下雨一下子空气污染 以前通常下雨过空气就变清晰了 但是这次下雨完之后 还是有污染物 基本上西半部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未来这几天呢 风向的转变喔 中南部要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有一些本地污染 我们会随时帮大家注意喔 最近的空污呢跟天气一样 进入一个春天喔 变化很大的环境 所以这几天呢大致上还是东北风 礼拜二呢水气会减少一点点 改为吹东风 当然开始慢慢的喔 礼拜二到礼拜三有一波系统可能会通过 有没有看到 整个中部以北呢可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我们一直注意那一波看会不会大一点点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原来有的预估很多 但是现在预估越来越少的味道 那现在大致上呢到礼拜四礼拜五就转为偏东风了 所以东半部水气比较多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有没有看到 礼拜二呢大概是 桃园以北啦还是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 但是到了礼拜二到礼拜三的白天 其实大概中部以北呢 可能中南部都有一些雨是 希望它可以多一点啦 这个对于中部的汉象 有机会有一点帮忙 但是就关键在雨多或雨少 现在预测来看的话 逐步的在下修当中 希望它多一点点 然后礼拜四礼拜五就慢慢的改为 吹东风就转型回温了 所以这几天呢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温度啦 温度呢这几天真的好冷 13到15度这是北部的温度 可是真的回温很有限 一下子很多人会受不了 如果没有注意气象报告的话 铁定感冒生病的 这13到15度很冷 接下来会慢慢的缓回温 有没有看到像爬楼梯一样 慢慢的往上走 到了这个周末就 19到27 28度了 这个就有一点是 像前上礼拜前几天的这个温度了 那中部呢也是一样 慢慢的在回温当中 这次呢中部降到16到20度 比我们预期降的还多 这次的冷空气的威力 真的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强一点点 但是大致上呢也会慢慢的回温 你看到了周末20到30度了 这个就是有一点像是春暖花开有点像夏天的温度都可以穿短袖了 中南部呢南部也是一样也是慢慢的往上走 这次南部呢是18到24度 南部呢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冷空气的这次的冷气团的影响 越降温没有降太多但是预期呢会慢慢的缓回升当中 所以请大家留意 我再给大家整理如下 周一周二这两天真的很冷请大家留意北东湿冷 西半部要注意一下空气污染啊 尤其西半部这个中南部这几天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未来的这两三天有机会转好一点点 周二白天开始逐步的缓回温 周二周三南方云溪有点会移入 这个可能有点变化的空间 我们随时要注意一下 希望他多一点点 周四周五转东风回暖转晴 周末呢到下周 将是一个回暖稳定的天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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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也遇过以下状况吗? 除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致一路段、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